你要如何相信自己 你可以做得到 就是当你很累了 你很挫折了 甚至于说你觉得你打不到了 但是呢 它会驱动你去突破你的困境 它会驱动你去找方法 大家好 欢迎收听哈佛人物面对面 我是主持人杨玛丽 Mary 那这一整个礼拜呢 我们从礼拜一到今年礼拜五呢 都在谈这个职癌经验谈 那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一开始有跟各位分享说 有一些听众 有一些读者 他会觉得哈佛商业评论 都在谈管理 而管理呢 好像就要管公司 要管企业 看起来如果我是一个上班族 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或者是说 管理好像都要管很多人的事 但是我在礼拜一 有跟各位分享说 其实个人的人生 也是需要管理的 个人的职业生涯 也是需要管理的 所以我们也把职业当作一个管理的议题 我也跟各位分享说 哈佛商业评论每一起都会有一个职癌经验谈 就是访问很多名人谈他们的职业的生涯 他们是怎么坚持到今天 然后可以成功 他们成功的关键 以及他们可以胜出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前几天都分享的是国外的名人 包括分享这个日本国际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春上龙的成功的经验 那我们今天当然要落地 我们这个哈佛商业评论的内容要落地 所以今天呢 也就找了一个台湾的名人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指挨 是怎么做管理 那这个名人呢 你一定都听过 他非常的在地接地气 然后他做的东西呢 是每一天我们都会可以吃的 那就是我们的保春师傅 吴保春保春师傅 大家都叫他保春师傅 好各位欢迎保春 各位 哈喽指挨长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保春 那我认识保春呢 是在2010年嘛 2010年保春有一件事情 轰动全台湾 从此呢 改变台湾的面包文化 我可以这样说 2010年的3月11号 我再查一下日期 就好像是3月11号保春在法国 然后用这个他的荔枝面包 荔枝玫瑰桂圆面包呢 得了 你在更正我啦 我说我讲错 得了法国面包大赛的冠军 哇那这个消息 让台湾人都很振奋 而在那一年呢 远见杂志因为是要庆祝 就是不是就是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建国100年 那是那一年是民国99年 所以其实台湾的各大媒体啊 出版社都在做百年回顾 就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推出了一个专辑 叫做新台湾之光100 就是想说我们台湾的面积这么小 人口这么少 那好像我们在台世界上呢 是不是会被看见呢 事实上是会的 就靠我们的人才 所以我们就找出各行各业 在全世界发光发热的代表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宝春师傅 因为他刚好在那一年得了面包 而他的成功呢 启发了很多人 让很多人了解说 哇面包不只是什么 也是可以上得了国际台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的文化 所以那一年我们就做了宝春的报道 新台湾之光100也帮宝春拍了一支纪录片 那我不要讲太多了 我现在要介绍宝春开始讲 自己来讲 我还是先请宝春来分享 就是说 虽然可能很多其他地方的报道也都写过了 但是我们还是来给听众最原汁原味 最原始的分享 就是说当初你是什么 不得不才去做面包呢 还是你是发现你对面包有热情呢 还是没有出路只好去做面包 这也没关系的 就是做了以后爱上 这也很好 我们先请宝春来分享 其实会进入这一行呢 应该是说也是不得不 对因为当时呢 就是没有太多的选择 对那时候只是想要学一级之长 那也不知道要学什么 其实那时候还很小嘛 国中刚毕业 对未来人生还很忙 但是呢心中的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要成功跟突然投地的信念 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 就这样子 那后来是因为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就同学说 你要不要上来跟我一起做学面包 那我就上到台北 然后就到了木炸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进入到这个行业 那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 一直到做了大概两三年吧 那就发现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业又累 价又少 那薪水又很低 然后跟我想象中的 要成为当一个独当一面的师傅 好像很遥远很遥远这样子 那后来是因为转念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转念 那当时就是我当兵回来 就想说我还要继续做面包吗 那我后来决定继续做面包的原因 是因为没得选择 也是没得选择 对 然后那时候想法就是说 好那如果说既然我没得选择 我只能选择做面包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面包师傅 我想要挑战自己的命运 也想要改变面包师傅的命运 就用这样的想法 然后让我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然后也不断的在学习 学习面包师傅 会的东西 以外的东西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也上了很多课 然后也看了很多书 那尤其是看了很多的名人传记 对 那有一本书呢 它影响我最深的 就是奇美博物馆的创办人 徐温龙先生 他有一本书叫观念 观念 对 那本书呢 其实影响了我的后半辈子 因为那时候 心中就有一个想说 未来的人能够像徐温龙先生一样 成为一个企业家这样子 就是当时的一个很天真的想法 对 但是 那这个梦想呢 其实距离我还 距离我的那时候的的人生 还很遥远很遥远 但是呢 但是那个遥远并不是说 只是一个幻想 而是我很清楚呢 我必须很踏实 很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学习 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学习 然后除了说在自己的技术上精进以外 在其他的部分呢 我也在精进这样子 包含说管理啦 当时因为我面包师傅嘛 只会做面包不行 可能在管理上呢 也必须能够能够懂 然后还有就是人际关系 那还有呢就是行销的部分 那其实很多的面向呢 我都要去学习 我跟宝孙打岔一下 你是说你国中毕业嘛 就不得不就是要找一个工作 你刚刚说很辛苦 所以那个时候是住在老板的家 然后一个月大概领多少钱了 是住老板的家吗 三千块 住老板的家 那时候就是老板 以前的面包店的老板 就是公吃公住 那那个时候最大梦想 就是有一天开一个面包店 那时候还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那时候只是想说 我能够当一个独当一命的师傅 所以你当完兵回来 有当到师傅吗 有 我记得我第一次当师傅的时候 那时候很挫折 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当师傅 然后那时候在杀路 然后那个面包 因为那里很冷 做出来的面包都发不起来 然后发不起来 然后面包也不好吃 很难吃 应该不是说不好吃 就是很难吃 那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遇过 那后来 因为这样子呢 我就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 我就想说这样不行 所以我又后来离开之后 又回到台北 然后就想说 那我就重新学习 怎么样当一个师傅 这样子 其实这么多年来 就你是不是跟其他面包师傅 最大不一样是你会进修 所以进修不一定是到学校去读书 是你会读书 你会自己找书来看 看很多面 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 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思考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思考很重要 但是思考要有内容呢 一定要有一些知识来辅助 这样子的思考呢 它才有意义 也才会有逻辑性 那当思考完之后 自己就很清楚 接下来自己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应该学什么 然后就很清楚 就是可以很踏实的 那时候也可以看到自己 是如何进步的 那问你谁启发你呢 谁启发你 因为一个国中毕业 做面包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说 你闲小会读书 会看书 还会思考 然后许文龙的书竟然 对你启发这么大 这个是有启蒙老师吗 还是你就 应该是 应该是那时候 我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个 大专生 大大学生 然后他那时候也常带书的到当兵去看 当兵的时候去看 那时候因为我有些字不认识 或是句子不知道意思 那我就会去问他 他甚至也还教我查字典 但是那时候让我体会到 原来当我发现 因为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些 当我有开始学习阅读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脑袋有一些改变 那我就自己认为说 那这样子的话 既然我的脑袋可以改变 那我相信 对于我的未来 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 哇那所以这个大学生对你有恩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成功 所以看了很多名人传记 比如说我看了许文龙先生的书 然后看了原长寿 总裁世心 对然后还有看王永庆的 但是我印象就是 影响我最深的 就是许文龙先生那本书观念 因为他提到管理人际关系 要做好行销 他其中比较影响你的 是哪几个观念 我觉得是主要是他 我觉得他有一段 其实他让是让我蛮感动的 就是说他也是在一个 很贫穷的家庭长大的 但是呢他就是 我觉得他有一点 就让我很喜欢也很佩服 就是说他不会向自己的命运低头 然后他会去想尽办法 如何的去经营 应该说经营他的一个事业 然后让我呢 我会去思考 对那我是个面包师傅 反射到我身上的时候 那我应该做什么 因为我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我也没得选择 我只能做面包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以学习到什么 我对我有什么样的启发 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的确也带给我不同的一些 很多的观念 然后跟启发 对 所以你是几岁的时候 接触到许文龙的书 那是多久以前 大概27年前了吧 那一直到现在27年来 他的书都是你的床头书吗 都是在我的书柜 还是常常会拿出来看 对偶尔还会拿出来看一下 这样子 对 那我请教一下保存师傅 就是说 其实做各行歌业 都有他很难跨过的坎 就是你要到 从A到A加 或从优秀到卓越 他总是 很多人就会在那个 那个很难过的坎 就out了 就被阵亡了 就离开了 那可以坚持下的人 真的是很少数 那做面包这一行 有没有什么很难 比如说我举个例 新闻工 像我们杂志社 很多人过不了写作那一个关 就他可能很会说啊 很有点子啊 可是每次到写稿 他就熬不过去了 要熬夜啊 或者是他时间管理很差 或者他 他就是写不出来 他很会说 但就写不出来啊 很多这样子的人 然后他就觉得 这工作太苦太累了 然后没有生活品质 然后家人都反对 他就out了 就一堆人都out了 out了 所以到最后 不是我们最厉害留下来 是我们最坚持留下来 所以你做面包 有没有也是 哪一个坎就out了 到最后剩下来的 所以你会要克服哪一个坎 而你觉得 在面包这一行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各行各艺都一样啊 就是说 即使对你怎么样对你自己的行业产生兴趣 我觉得那个心 我们先谈到 先有兴趣之后才来谈热情 你第一个像比如说 我之前在面试一些面包师傅的时候 我都会先问他们 就说 你们喜欢吃面包吗 对 然后真的有一些 有些人就跟我说 我不喜欢吃面包 这样子 那我就 我这种 我面试到这种我就不会录取了 因为我觉得说 你不喜欢吃面包 你做面包 你怎么会投入 你怎么会用心 那我就觉得 他不是说对公司不好 而是我觉得 他这样子对他自己的人生呢 不好 也不负责任 他应该去找他自己兴趣的东西 然后去投入 像我以前遇到一个台大的学生 然后他放弃 放弃念台大 放弃念台大 然后去念高餐 高餐的分数也很高 然后他被他爸妈骂死了 对因为 对啊 你台大毕业出来之后的前途是无可限量 但是那时候高餐刚成立嘛 所以他那时候父母亲呢 是非常非常的反对他从事高餐 但是他后来坚持下来 对那其实他坚持下来之后 他后来呢 当然他也继续在这个产业里面 然后也做得很好 也很优秀 我觉得一个重要点就是说 当然孩子选择之后 父母亲相信 那孩子也要做到 让父母亲可以放心 我觉得这个的这样子的 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对所以一个是要有兴趣嘛 那可是当年你也不是很有兴趣做的 你是不小心进来的 所以兴趣可以被培养吗 还是你接触以后就爱上了 没有兴趣是可以被培养的 你看我刚才也说过嘛 我曾经想要放弃 但是当我转念的时候 因为我没得选择了嘛 对我没得选择 我只能选择在这个地方 找到自己的未来 然后当我自己 要找到自己的未来的时候 我开始会去认识这个行业 宝春你转念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转念 想要放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在 19岁的时候 那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面包店 以前就是老板公司共住 然后我们一个月只有两天假 那我们平常还没节庆的时候 还没中秋节之前 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时间 大概12个小时 以前都没有劳机法 以前都没有劳机法 一天 然后当中秋节前三个月 大概每天的工作 大概都也要十五六个小时 天哪 然后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月 是最可怕的 所以每一年的中秋节 最后来说都是噩梦 因为每天 尤其是在最后一个礼拜 几乎是一天都睡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 熬夜这样子 对那所以那时候很累啊 然后每当快到中秋节的时候 对我来说我都想要 我都想要不要工作这样子 但是那时候不行 因为我不能没有工作 因为我没有工作 我就没有办法寄钱回去给我妈 对 寄钱回去给我妈 那我妈 她的工作更辛苦 所以我只能咬着牙 然后苦撑这样子 你可以换行业啊 那还小啊 19岁你当完兵可以换行业 为什么没换 因为那时候我曾经想过 对我 或许我可以换行业 那时候但是我想说 如果说我换行业 我要重新开始 那时候我做面包 我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对 对如果说我重新 比如说我再去学厨师 或是当修车师傅 我要重新开始 可能那时候我当 面包师傅我的薪水 可能一个月是两万块了 但是那时候 如果说我再去当学徒 可能要从六千块开始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转念的意思说 我就是没有选择 不然得从头开始 对 然后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既然我没得选择的 我只能选择这个行业的 那我就要在这个行业改变未来 所以你任命是哪一年 是几岁的时候 我就是只有这个行业 那时候应该是 应该是其实在 在我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当兵回来 要做重新选择嘛 因为当兵的两年 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 人生的未来嘛 对 所以那时候让我重新选择 所以我后来重新选择 继续再做面包 就是这样子 想要放弃那时候 应该是十九岁吧 当兵之前 是 那重新选择面包 到现在为止已经三十年了嘛 对 这中间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这三十年来 没有 没有很累啊 很苦啊 很干嘛 没有 因为在这个行业呢 我后来当我投入之后 我就觉得越做越有趣 然后让我发现 原来面包的世界 还有更多 更多更极限的一个 一个未来可以让我去认识的 尤其是在 因为这应该是说 面包当时会让我们空磨是因为过去我们在做面包的时候都是土把练缸 然后每天的面包的品质都不稳定 对对对 然后还有更好玩就是我当学徒的时候啊 就是很奇怪就是那时候我很多的以前我当面包做面包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鸡蛋吐司没有鸡蛋 鸡蛋没有鸡蛋 鸡蛋吐司没有加鸡蛋 然后草莓吐司没有草莓 然后芋头吐司没有芋头 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 然后那时候我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都是香菌 哦 哦 跟色素的 哦 是是是 色的啦 红色的 然后那时候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知识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然后很多很多的问号都土把练缸 那在后来我们开始因为资讯发达了 然后技术也比较透明的 然后在当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的时候 让我吃到的一个有一款面包叫法国面包 然后吃了一款面包的时候呢 就是让我吃到那个面包它会回甘 然后让我很意外 很意外是因为说过去呢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以外 还有就是说也不会做嘛 然后让我看到说原来面包呢 还可以做到这么极致 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面包 那时候我才发现 然后也对面包呢就是产生更多的 然后也发现后来又去参加比赛 然后又到各地去学习 然后才让我发现原来世界各地呢 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特色的面包 然后比如说有那个意大利的面包 法国的面包 德国的面包 现在每一个国家的面包的文化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哇 就是当我认识了去学习的一款面包之后 等于是认识了那个国家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后来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个slogan 就是我喜欢用面包阅读世界这样 用面包阅读世界 我觉得听众可以发现说保存有一个关键 一个是转念是一啦 就是阅读啊 阅读好像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 再就是到日本就到海外去的第一站 就是先到日本 那个时候有30岁了吗 那时候30岁了 就是就是国际观了 就是开始有国际 我印象中以前的面包你还没得奖 以前台湾我们可以普通吃的面包 就是什么菠萝面包 红豆面包 大概就是没有那么多花 这10年来啊 可能我们都忘记了 其实在10年以前 根本就是早餐你要吃的面包 大概就是那菠萝啊 红豆啊 大概或是你刚才讲 芋头面包这样软软的 所以开始有很多变化 是不是从你得奖开始 应该也不能完全这样讲 应该是说整个消费者的喜好 还有就是消费者的 因为台湾几乎每年都很多 几百万人出国嘛 那大家在海外呢 也吃了很多有关于面包的 好吃的面包 所以当他们的 消费者的喜好改变的时候 相对的面包师傅也必须要改变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师傅呢 到海外去 去读烘焙 比如说到南带 到法国南带 到日本的国子学校 其实这些也都会带来 很多很多的改变 嗯 对 保重我刚刚有一个题目没讲完 就是说 你观察你的同行 大概在几岁的时候 就是也跟你一样 从面包师傅做起 可能后来也经营店 也有个品牌 后来会out 就是后来会消失 不见了 都是因为什么原因撑不过去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因为 没有理解消费者的需要 但是应该是说 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 我们面包师傅 不然我自己也是一样 就是说 我会做面包 但是不见得我会卖面包 那所谓的卖面包不是说 摆在那门市卖 而只是说你怎么去理解消费者 然后如何去经营 如何去领导团队 然后去 其实像这十年来 我本来是总经理的角色 然后我现在也退下来 我让专业的经理人来担任 对 那因为本身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这十年来 虽然我很努力 要去学习经营跟管理 但是毕竟我是专业的面包师傅 当我回归到面包师傅的时候 其实我又找到呢 我十年前的那个快乐 所以我帮听众稍微理清一下 就是说 世上保存师傅应该是 你这样听起来 就是三十岁的时候开始 因为姻缘机会到日本去学习面包 所以长了国际观 后来就德国面包 法国面包什么就起 第一次觉得面包有趣 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 哇这个世界很有趣 之前可能就把他当做一个工作而已 然后四十岁 我们现在马上跳到四十岁的时候 得了法国冠军 那回来就开了面包 就胖店就开始有很多分店 就五百村面包店 从高雄一直到台北都有分店 但是他做 他很努力做一个管理者十年 董事长的监总经理 还因为要念EMBA 搞很大 搞到全台湾 现在有一个无保存条款 就是说没有大学毕业的人 也可以去念EMBA 是因为保存 保存的关系 所以那一条都叫无保存条款 碰到很多企业家都跟我说 谢谢保存 他才可以去念EMBA 因为他们可能都只有国中 因为很多创业家 不一定有正统的大学毕业的学历 所以很感谢 所以现在跳到说 十年后你又要回去做 专职做面包 所以很高兴 什么机会会去参加比赛 然后你做冠军 那个过程 那个研发的过程 你觉得 再回顾起来 那一次的得奖 怎么改变你的指挨 应该是 其实这个比赛 这里面有牵扯到很复杂的一些点 结合起来 然后才去参加比赛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我的人生我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远大的梦想 就是未来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远大 很遥远的一个梦想 那距离还很遥远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又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我给自己许下一个承诺 未来我想用妈妈的名字 成立一个基金会 但是如果说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肯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我在一直当面包师傅 去打工当面包师傅 其实我永远不可能 去成立一个基金会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要创业 那在这个比赛 其实是在我26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还没去过日本 但是就有一个好朋友 拿了一本日本的面包杂志给我 我就看到这个日本的师傅 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得到第三名 有一天 我如果说能够代表台湾 去参加这个比赛 不知道该有多好 我又把我的梦想 就变成了梦想 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 一直在我心里面酝酿着 然后当然后来我去了日本 然后也才发现 原来日本的技术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为什么它的面包会做得这么好吃 为什么做得这么成功 为什么他们可以比赛 然后慢慢去了解 原来他们都用科学的方法 在做面包 对那过去我们都是土把链钢嘛 土把链钢它一定没有办法去突破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突破 那用科学的方法 它是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面包 包含说会回甘的面包这样子 对那当然这个比赛就在我心中就 已经是一个梦想 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 你要参加这个比赛 你的国家必须举办选拔赛 就是台湾比如说我要参加 放火的比赛 我必须先 台湾要先有协会或工会 举办比赛 然后选出来的选手 才能去参加世界杯 是 跟奥运一样 要国家代表就参加了 然后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 2005年那时候台湾终于要举办了 那时候我就很开心 然后因为它要组队 它总共要分三个人为一组 三个人为一组 所以我必须再找两个队友 那我就找了两个队友 找完之后 我们2016年我们就参加台湾的选拔赛 对 那我们后来 我们三个人就得到了冠军 对 然后2007年 但是它不是马上就可以去参加世界杯 它还要参加亚洲杯 当时我们就三个人又参加了亚洲杯 那亚洲杯 就要拿到冠军才可以参加 那个法国的世界杯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样一直到法国世界杯 到2010年才参加 对对对 搞了好多年 好多年 所以你是我们台湾第一队 第一队去参加的 对对第一队去参加 然后就是那时候 我那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在08年的时候 我们拿到了第二名 团队的第二名 然后我们也上到这一本杂志 B&C杂志 所以这是你 这相得12年 那你拿冠军的时候有没有啊 你拿冠军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报导 有有有有 报导 所以但是你后来就不只参加这个比赛 也很多其他比赛 就开启 你也参加不同的比赛的开始 其实后来我也发现比赛 它是一个很好训练自己的方法 其实训练自己的一个毅力 还有那个决心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奥运的时候 我很感动 因为 因为那个 尤其是那个举重 郭欣纯的部分 我就觉得很佩服 就是 那个很多是会有心理的 自我的对话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要如何相信自己 你这么努力 你如何相信自己 你可以 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对 那你跟你自己的对话 以你自己为例 你是跟自己是怎么对话 像 我那时候 我跟自己对话就是说 我都有一个习惯 我都有一个习惯 我都会把我的目标 比如说我的笔记本 像我现在要去参加 那个意大利的比赛 我都有一个习惯 然后这个习惯的就是 我会在第一页写下我的目标 就是 所以看到了吗 金牌还是 没有 这是我经理要去参加 法国比赛的 意大利还是法国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 11月嘛 对 因为我看不到 那个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奖牌吗 还是什么 冠军 冠军 好 那你应该每一个目标 都是冠军 就是你要 我觉得说就是 你要如何相信自己 你可以做得到 然后那个部分就是 好像在催眠自己 就是当你很累了 你很挫折了 甚至于说你觉得你达不到了 但是呢 你也很清楚就是说 你想要休息 但是他会驱动你 不能休息 他会驱动你 去突破你的困境 他会驱动你 去找方法 他也会驱动你 面对所有的困难 然后你就会 勇往了之前 继续的努力这样子 到有一个阶段就是 你会有一天 豁然开来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保存是什么 要卸下总经理 想多久了 为什么想要卸任 应该是说 我刚刚讲嘛 其实我就是个面包师傅 然后我觉得 在这几十年来 我的技术 他一直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我应该 第一个我觉得 我应该能让自己的技术再精进 然后这样子呢 其实很多的顾客 其实常常会问我说 保存师傅 面包是你自己做的吗 那你还有在做面包吗 其实我常常会听到很多的 这句话很伤害你吗 过去几年 其实也让我很好的去一个反思 虽然说公司的成败 我还是我承担 但是呢 找到一个可以 帮我带领公司往前走的人 适合的人 那我可以呢 在后面我就可以 很开心的去创作 然后做出就是我想要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面包 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对 我刚刚有一个问题 没有讲完 就是说你上一次 2010年在法国得奖 你觉得那次得奖 对你的职业生涯 产生了哪些改变 到目前为止 回想起来一个 几个主要的改变是什么 主要改变就是说 应该是说 我都一直以为 我都一直认为说 比赛前跟比赛后 我认为我都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经过一些事情之后 我就发现是不一样的 就是包含说 我对外谈话各方面的内容 可能都要更谨言盛行这样子 对 对 那但是我希望我的生活 还是很频繁 所以也是一般平常人 所以要比较 只是说压力比较大 因为你常常要代表 出来讲话很正式 就没有办法那么随性 对 这也改变了你 改变了一些 改变一些过去 可能自己没有想过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也帮听众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事实上我这么多年来观察保春 保春就是不断的在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因为很多 不要说他是做面包职与学习 而是说很多人在他 不管是他什么领域 他可能一出社会或者是 开始工作之后 他就不会说不断的很努力的在学习 但是保春是常常在上各种 奇奇怪怪的课 我后来知道他都上 比如说直销的课 他以前也都会去上 看人家直销大师是怎么卖东西 他也能让人家学习 人家怎么打扮自己 怎么说话 怎么行销 那出国去比赛 或者到日本去学习 就是他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阅读 所以他的视野就一直增加 后来去念EMBA 然后最近好像也有很多新的动作 包括说也到哈豪去开课 所以也是赶上时代 然后以及说最近中秋节快到了 是不是也回归初心 开始回归去做面包 是不是这个是你新开发的 蛋黄酥的今年的中秋节的特殊 这边要不要讲 就是保春就是一个不断在 想办法改变自己 然后学习的这样的典范 所以他的成功也绝对不是偶然的 应该从14岁做到面包 做到现在也30多年了 对 也是持续精进 好来保春讲一下最近的改变 主要是中秋节快到了嘛 那我们今天特别开发了我们那个 叫国王蛋黄酥 这是在去年呢 因为我们有开始做那个法国 圣诞节的时候做国王派嘛 嗯 那我觉得那个法国国王派的那个派皮啊 很酥脆很好吃 那我想说如果说把它改变成做成那个 做成蛋黄酥不知道好不好吃 所以我们大概我们团队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去开发 哇 开发出来对 还蛮好吃的 然后它就是 而且蛋黄呢我们特别去选的 那蛋黄呢就是我们特别选那个红土腌制的 25天到30天 哇 然后呢对那回来之后呢又啊就是呢把它喷高粱酒 哦哈哈 喷高粱酒 那其实它蛋黄吃起来就是很松软 咬下去的时候就软了 像可能大家之前以前都会吃到比如说咬下去的时候是 蛋黄是QQ的 嗯嗯 其实那这样口感跟那个蛋黄酥有点不搭 嗯 但是我们蛋黄酥不会它是软的 整个是软的哦 那皮是稍微脆脆的那这样子咬下去就很短口啊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保存师傅啊 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说你对于未来的你现在回到初心嘛 好像要专职去做研发面包 所以你有没有设立未来几年的一个目标是要达到一个什么 因为我知道保存都不断的设很多目标啊 短期的长期的而且它有很多的愿景 包括说你要做一个烘培的学校 你要做这个用面包 我印象中你以前好像说也要做面包博物馆 要用面包来了解这个世界 然后希望改做台湾面包文化的橱窗等等 那有很多觉得是属于愿景的 所以你现在卸任了总经营 未来几年你的比较具体的目标有些什么 嗯应该是说疫情的关系啊 所以很多的目标会再重新去思考 然后重新去调整这样子 对所以现在呃最大的期待就是先先稳定公司的发展 对然后呃短时间呢也不会做太多的改变 对会先做一个呃如何呢就是让这个疫情 然后可以啊很平稳的然后让公司可以永续计 然后让员工可以安心的在这边工作 那那像疫情啊我就想说你的忍容 就是说疫情好像业绩啊各位每次受到蛮大影响 那怎么度过这个危机 应该是说都有啦就是说包含说跟银行贷款啊 融资啊 然后还有就是做各种的一个合作啊 哎各种的合作然后各种的一个呃通路的开发这样子 嗯那我觉得我我觉得呃不论是人生也好或是经营公司也好 啊他一定会有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挑战 但我觉得就秉持一个信念 然后呃就是一样的就是如何去相信 如何不放弃然后呃继续的朝向呃目标呢往前走 这样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信念是不能变的嗯嗯嗯对那那这样子的话 包含说我们去年我们公司还有一点一余我们今年还发奖金 哇哇哼大家这就是情态言 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是呃反而这个时候呢是让同仁们 就是对公司的都一个一个一个向心理 要那还有就是呃嗯这个时候呢是呃公司跟同仁是最大的考验 考验彼此的信任嗯嗯嗯 那我觉得这是这次也让我看到就是呃呃不同过去看不到的一些 面向这样子 不过我也很感谢团队 对大家彼此相信信任 然后大家也就是持续坚持下去 好我们谢谢宝春 那我也是在跟各位听众 在总结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这么多年来访问宝春 都一直非常佩服他 从一个乡下的屏东乡下 国中毕业14岁 就要台北做面包学徒 那有一天今天可以变成台湾面包的 一个很知名的品牌 而且不只是在台湾有名 而是在很多亚洲国家 甚至国际上也都非常的有知名度 本身就变成是一个品牌 就吴宝春这三个字 就是在一个面包的品牌 而面包不只是代表那个吃的面包 背后还有很深厚的这个文化 社会的生活的文化的意义在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宝春 今天在一个小时的房台里头 分享了他怎么样努力奋斗 我觉得距离他心目中的成功 还蛮遥远的 因为他还有很多梦想要时间 但是他至少是在往那一条路去 去走 而且即使是说 他一开始是不得不做面包 也搞不清楚来做面包 但是他也是转念了之后 可以把它变成乐趣 而且他从中发现很多 乐趣跟兴趣跟热情 一直持续到现在 而且不只是他自己 也带了一群两三百个人的员工 一直往这个路上去走 所以因为宝春的努力 让我们现在台湾人 至少每天可以吃到好吃的面包 这个就很重要了 好 那我们再一次谢谢宝春 宝春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 其实没有 就是要跟大家说 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一起撑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好 那我们就谢谢宝春 那宝春现在要下线了 谢谢宝春 谢谢 祝你意大利比赛 罗冠冠军 11月几号 11月 10月24 10月24 24就会知道结果了 好 所以各位听众 集气 奥运集气完了 把11月24 意大利的面包 面包大 水果面包大赛了 祝宝春 罗冠军 谢谢 谢谢宝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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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时间 工商时间 感谢宝春师傅提供 适合用严选蛋黄制作的凤凰酥 现在就到FB或IG参加抽奖活动 就有机会把最有中秋味的礼盒带回家 详情可以至节目简介 或HBRFB及IG了解更多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特别请吴宝春面包师傅呢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 他的从14岁开始 一直到今天50岁左右呢 他整个面包生涯的故事 然后非常的启发人 那也代表说 这个每一个行业要成功 需要努力 需要创意 也需要事业 他阅读 是开启他的视野 到国际去参加比赛 或者到国际去考察 更是开启他的视野 那把一个本来不得不 不是他个人的兴趣 变成他个人的兴趣 而且热情 改变整个台湾的面包文化 这样一个典范 我觉得可以给很多人做参考 那么这一整个礼拜呢 我们从海外的名人 国外的名人 一直谈到台湾的名人的典范 谈到他们如何管理他们的职癌 应该就是我每一个人 做最小的管理 就是管理你自己的职业的生涯 这就是最小的管理 那达到你家庭的管理 组织的管理 企业的管理 都是一种管理 所以我们要先从管理自己的 个人的生命 个人的职业开始做起 才有办法去做更大规模的管理 那么以上呢 这一整个礼拜 非常谢谢各位听众 收听我们哈佛商业评论的 请听哈佛管理学 那么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那不要浪费你学艺里头的哈佛基因 请你现在就订阅这个节目 并且到说明栏 看更多的管理观点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